小时的金门二丹岛全姓士兵传出找到人了 而根据消息指出 这名失联的士兵疑似因为感情和债务的问题 就穿着旧声音游泳到对岸 最后因为体力布置被大陆的海警救起 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 确实有收到相关的消息 不过国防部表示还在查证当中 进防部二丹守备队进报有阿兵哥失联 有史以来头一遭全岛大搜索就是找不到 失联将近36个小时后传出人在这里 现在我们在二丹岛找不到这位士兵 现在人在厦门平安没有生命危险 进门二丹岛失联的陈姓士兵 这个月9号清晨点名时发现不见人影 军方立即编组搜寻 10号上午一度传出陈姓士兵已经游泳到对岸 但国防部否认 直到下午4点多平民媒体爆料 陈姓士兵已是因为感情跟债务问题 穿起救生衣游到大陆 但因为体力不支被大陆海警救起 国防部到底有没有掌握 国防部不松口只透露 初步研判 陈姓士兵并非投共 但这趟漂流季震惊各界 士兵到底怎么游到大陆去 金门二丹岛距离厦门仅4.4公里 以永渡南投日月潭为例 大约3公里 而4.4公里的距离 相当于总统府到原山大饭店 下一步进一步 如果还有需要两岸沟通协助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在努力看怎么样让我们的士兵回到我们这边来 失联的陈姓士兵后续如何反送回台引发关注 但更让蓝军炮轰一个士兵这么简单就能游到对岸去 那未来会不会想逃兵的通通抱着一颗篮球 穿起救生衣就飘过去 国军近期接连出包从真枪被吊包成模型枪 到士兵穿起救生衣游到大陆去 这样的军技如何让全民相信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 记者黄明君网站台北采访报道